Hello,我是Milano Yuki 上次做完空子 今天就教大家做新綠任務 新綠任務基本上觸發條件 LVL等級30以上 完成任務要10個畫以上 貓靈要有圖子 圖子的貓靈任務需要完成 基本上必需裝備的寵物 有海堤、圖子、青子、童子、陷子、 空子、西子、山崔、胡桃、日塞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大 千萬不要拿新綠子、白姬、黑姬出來 因為綠子應該沒有了 現在就變成新綠子任務 這個任務除了收集聖水之後 就不需要裝備貓靈的裝備 其他對話都一定要裝備貓靈 金幣需要最少要大300元 現在就要裝備海堤 去通天塔之島 去帳篷後面點這個紫箱 就會看到新綠的靈魂 我們先去通天塔 開始這個新綠子任務 第一部分 好,我們去通天塔 基本上我會回上城 然後再下城 給電單車載我去通天塔 然後經通天塔的電梯 按下按摩界 很快 放魔界的軍艦 我現在先回上城 以前可以飛到城裡 現在不可以 現在只可以給碼頭等位置停 只可以停 好,那我去西方位置 衝 空隱形 晟空隱形 豁 將軍工 插 知道以上 是沒有裝備去 電單車應該無無意外在西邊這個位置下城 坐這個電單車去通天塔就不可以憑依 要付錢 還有需要解過通天塔的電梯任務 不然就不能進去魔界 好,那我走進去 這次我們決定用空子 按個田梯 進去下面 進來魔界 魔界以前會重置你的level 現在就不會了 現在好像已經通用了 我們已經改了這個制度 OK,開始這個圖紙 不是,這個 新錄任務 對話跟這個紙箱 你就會看到 新錄的靈魂在裡面 消失了 然後裝備海堤 就去上城找回 採訪阿姨聊天 就拿到一個叫做 綠色三角巾的物品 那我們飛上去 好,傳送點已經改了 不要緊,我們回去吧 都很快 飛空艇 所以來來去後期 大部分都是跑腿 所以一定要有飛空艇幫忙 如果不是,基本上就跑死了 好,那我找上城的 財寶阿姨 自己走快一點 好,那我去上城財寶阿姨找他 那我給你一個新綠色的 頸巾 新綠色的海堤巾 然後去上城找黑之聖堂聊天 聖堂裡面的祭司 進去黑之聖堂 之後跟這個聖堂的祭司聊天 他給你一個黑之聖堂 黑之聖堂的祭司 他給你一個黑之聖堂 黑之聖堂任務 開始到每個有風海吹到的地方 收集聖水 有四處 這幾個地方就比較多了 去各個地方收集新綠色的聖堂 嗯 要收集有四處 上城和沖天塔 一定有聖水 所以還要找兩塊地方 OK 我們先去找一塊 先去找一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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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聖水注入 就去其他地方 去其他地方 應該是通天塔 通天塔 那我先飛回去 不過呢 我首先要做一件事 就是全點 因為我放下一個點 要不然下次又要嚇一大段路 OK 那基本上第一個 上城一定有聖水 之後呢 我們會去通天塔 先回到通天塔 對了 剛剛改了 通天塔先拿了 不要緊 我們去西方 坐車去通天塔 拿水 拿那個聖水 注入黑之聖杯裡面 因為要碰運氣 所以 他指定有兩塊 上城和通天塔 一定有聖水 可以拿到 其他地方 就要靠自己找 那有哪幾個呢 上城和通天塔 跟著呢 大女兒木偶斯 有兩塊地方可以拿到聖水 迷之團 要塞 聖女島 和北方海角 一個在東邊 一個在北邊 另外兩個 收集水的地方 可以在東方海角 和唐卡島 另外 還有一個 三女兒和四女兒的 另外兩處收集點 就一致的 衝天塔 的艾米語 即是人界 通天塔 以及軍艦島 盲見客 為了黑基 都是上線 解身錄 任務 他的見客 兩次收集地點 就是衝天塔 和北方海角 OK 基本上 我們是和這裡 啊 這裡可以收 我應該 試試 咦,這裡沒有過 這裡沒有過 通天塔 艾米爾街 好像是我的地點 好,我先找一下 哦,我明白了 嗯,這個比較複雜 掉 我們去 通天之塔島 應該是 試試這裡 找到 OK 要在按摩界的 通天塔島 OK 兩處 還有兩處 我們可以去 北方海角 和東方海角 因為飛空艇 可以直接飛到 不用走那麼多路 先去 東方海角 先去 即是你們可以不跟 攻略方面 我會放進去 下面 這裡拿聖水 咦,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 東方海角 東方海角 或者唐卡島 北方海角 都是不斷撞 因為它要隨機 還有兩機 北方海角 這裡 OK,這個就是北方海角 第三個 接著應該是唐卡島 唐卡 不要回來了 我先去嘗試唐卡 因爲它要收集四處 四處的靈魂收集 唐卡到了 按一下 OK 收集完之後再回到上城找阿姨 收集完四處聖水後,裝備著海堤找上城的黑之聖堂祭司再聊一次 好,那我們去到黑之聖堂再回來了 這個真是純粹跑腿一門 好,好像入錯了地方 走進了地方,先出去 選錯了 去殺之聖堂的黑之祭司聊天 之後選擇第一支 然後去按摩界的通天塔之島找雙人聊天 強力的黑暗魔法 絕對不要選擇另一個 如果選擇另一個就不用再選擇這個新陸任務 就是剛剛的選項,記得選擇第一支 裝備海堤,再去通天塔之島 按摩界,記住 我們現在人界 我們要去按摩界 是的 我們現在沒有飛空艇也有多累 哎呀,學會四處 好,去到下面 去按摩界的充電塔之島 找雙人對話 跟她說要裝備海提 跟NPC雜貨雙人對話 請老闆半夜召醒你 休息半夜召醒 沒所謂 晚上起床 起床之後 然後呢 提醒你晚上飛空是不飛的 選擇無所謂 裝備就一定要裝備海提 嗯 明白 進去 然後呢 再睡多一次 這個 跟晚上艾米爾島的 對話 噢 噴到半夜 然後再跟這個 箱說話 咦?為什麼有這個 消失了 好 使用這個黑之聖杯 沒錯 OK 去這個按摩界的 軍艦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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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那個 新綠的 新綠的 墓碑 這裡出來了 我們應該去軍艦島 好啦 軍艦島 對啦 沒錯啦 那我們去那個 地圖的 2點鐘方向 那我們去到最後 他給了一個道具 我們喔 嗯 使用的時間 一定時間裡面 這個程度 人的姿態就會消失 是不是要 不是要些什麼呢 不是要用的 先看看 點擊墓碑啊 咦? 噢? 這樣而已 OK 點擊墓碑之後 新綠就完成了 應該 OK 新綠的手 新綠 以前的綠子是比較淺 這隻比較淺 比較淺 不要緊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 新綠就入手 好 那今天基本上 就暫時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這個Quest的任務 詳情的流程表 我都會放在 Youtube的info裡面 那大家麻煩 如果有時間 想去看的話 就看看下面的留言 好 就這樣 拜拜